感谢金氏的 好的我们 刚才呢 我们 来谈了这个 钱挂 钱挂呢 一方面 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自强不息的能量 自强不息的能量是要帮助我们完全延满流生的六个阶段 这六个阶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从浅龙到陷龙到踢龙到药龙到飞龙到抗龙 甚至群龙 我们讲到这个自强不息的能量包括三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叫做光明能量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劳母 明明上帝 另外我们人身上本就有这个光明能量 所以我们人会有体温温度 而且人有先天之气 那个能量是为言不诀 这个人的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个热度 会有一个温度 到底来自哪里 你看我们一般来讲 你要有热度就要有火 要烧 你才有热度 但是烧烧烧久了它会洗掉 那我们人的身体它是会长久保持在一个温度 正常温度 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概念来讲的话 炎脂缓硬炉是能够持续对久的 这就一直硬性 但是核脂缓硬炉也会有一个问题 这虽然可以持续比较久 但也不可能永远都保持在一个状态 那我们人的身体就很奇特 它也不是类似核脂缓硬那样子的一种 机制在里面 它就一直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温度 36点多 那是什么东西在加热 你真是加热 就保持在一个温度 而且这个温度它很奇特 如果身体哪个地方有状况 它就会温度会升高 告诉你身体有状况 那你的白血球在跟敌人进来这些细境作战 你的温度就会提高 所以感冒就是最基本的温度会提高的 其实它提高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产生作战 所以它的温度就会提高 那这个提高是什么东西在提高 是很奇特 有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人这种造化的奥妙 最终你会知道说原来我们有无量光给我们的能量 我们刚刚讲 早上有讲到说这宇宙的深层是先有一团灵 就是无极灵 后来加了无量光进来就是老母明明上帝 明明这两个字就是无量光明字 然后它变成洞来 所以这个卦 这个卦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先来谈这个卦 因为它代表一个光明能量的开启 为什么要开启 因为其实这个光明能量就是我们的佛心本性 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就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基工老师要帮我们叫做点亮星灯 这个点亮星灯就是光明能量的开启 所以这个卦它是上面跟下面都是礼都是光明 外在的光明跟内在的光明这两个 那外在的光明代表明示 内在的光明代表那个无量光明明上帝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礼卦它是这两个都变成阴阳 它就来到了这里 这个有点像太阳的日 然后这个也像日 所以一个太阳两个太阳 所以它是九五至尊的明师上面这一个 那开启我们内在光明的能量 内在光明的能量在这下面这一个 所以九二现荣在田 这一个变成阴阳的话 是借由外在的明师的开启 内在的光明本性 这个叫做明明的也叫做点亮星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情况 如果只把这个变成阴阳 这也是阳阳的话叫火天大野 我们昨天讲的大野 这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应该刚柔病气 有阴有阳 有刚有柔 现在连第二个也变成了阴阳 就是九二现荣在田 这个就不简单了 因为它已经得到明师的指定 开启了光明的自信 这个明明的也叫做点亮星灯 所以这个尼寡 基本上呢 它就是两个火 两个灵 来帮我们读一下 光明的能量 化文双火化 代表内在与外在的光明能量 人要是能开启这光明的能量 这是得到最重要的速力 白阳离化以速力模式 和受明师之间 作为开启内在光明能量的必要条件 因为明师的指寿可以找到内在光明能量的源头 进而能与上帝老母的最高灵光相通 完成最终的速力 内在的光明能量 老母的灵光 外在的光明能量 一代明星 好 这里呢 那两个灵光代表内光明跟外光明 内光明是老母给我们的灵光 就是我们的灵性 就是佛性 也是我们的良心 就是老母的灵光给我们的 也是那个无量光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身体有温度 然后外在的光明呢 是一代明师 所以我们要借着明师才有办法点亮星灯 点亮星灯 所以这个光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告诉我们人从哪里 第二个 告诉我们人来到人世间 我们要找明师 点亮星灯 然后要锻炼我们的灵光 让我们的佛光 灵性的光 发挥出来 光明的能量能够展现出来 当然 一定要先找明师 所以为什么 第一个谣是得真到性命前 前卦 得真到就是找到这个明师 好 所以 这个离卦 它在排续上是第三十三卦 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卦 因为这个卦 是我们 自强不行能量的最重要的三个 第一个是光明能量 第二个是智慧的能量 第三个是德性 所以说德量 这三个东西 那先有光明能量的开启了 好 来 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要看 谢谢 谢谢 我来说 从卦卦来看 离卦为四个 两个一条 两个一分别 对于向下卦的中文 从卦下跳分析 一条在向下卦的中文 很像中演的 所以黎带有往復的形象 黎带的整體形象很像是 所以也代表太陽是天地前最大的光明能量 上下天天地,然後內外天 好,所以靈師這個靈 有光明能量的一個這個靈師的意思 我們是既有光明能量能夠幫我們開啟 內在光明能量的這個叫做靈師 因為這個靈本身就是上為靈,上為靈,下為靈 兩個其實都像這個日這個字 所以代表說它是一個內光明能量 然後外在的這個靈師來幫我們開啟 再來我們幫我們讀一下 復立說文解釋靈字 靈常常更也指的是一種黃靈鳥 在古人看來太陽是一種神鳥 所以靈可以引稱為日 又因為日光本身的特點 靈掛又有光明火熱的含義 鳥並非都在飛翔 偶遠會停落在某處 於是靈有依附不立的意思 好,黃靈鳥 這個孔子也曾經講過說 綿蠻黃鳥子一秋 這隻是黃靈 這種鳥也稱為太陽鳥 因為它是一種神鳥 因為它是一種神鳥 神鳥也叫做金烏 金子的金,金色的金烏 就是你的一種另外一種神鳥 所以金烏也稱為太陽鳥 另外它也本身代表一種光明的象徵 因為以前的人認為太陽會在天上走 就像鳥會在天上飛 所以它一定是有鳥在附在 所以它會這樣飛 但事實上 季光老師曾經跟我們講一個神鳥的故事 一個太陽鳥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它說每天這隻太陽鳥都會清晨就起來叫 而且它的叫聲就是在清晨的時候叫的最好聽 就是每天每天當太陽剛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用它很清脆很好聽的聲音在那邊叫 這隻太陽鳥就是印著太陽上我們就可以叫 然後這隻太陽鳥的叫聲它不會因為有沒有人聽到 都沒有人聽那算了我們就不要叫了 不過它每天每天一定都是時間到了 陽光起來太陽起來的時候就會叫 用它最清脆的最好聽的聲音來告訴大家 所以光明能量的展現是跟太陽有關 所以陽光是大地照化 天地照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能量 好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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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天地間本來就有這樣的現象 你們看過那個如果晚上你這個外面很暗 我們這一間把燈打亮其他都關著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飛蟲啊什麼蟲啊什麼蟲啊 一直在撞你的玻璃 好 因為它要負力 負力 那這個鳥呢也好啊 昆蟲也好啊 飛蟲也好啊 它對光的感受特別允銳 它知道這邊有光就會撞過你 然後就啪啪啪一直擋在玻璃上 好 一次再一次的重 它也不怕痛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負力 人其實也是有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要往光裡面進走 那有光雲的地方就有正能量 好 那這個蟲 蟲蟲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說 告訴我們人道理從哪裡來 以及來人間要做什麼 我們人呢 都是老母 就是明明上帝 也就是無量光 對 延胎佛子 所以我們來人間啊 是要鍛鍊我們的佛性 涵養培養內在光明的這個本性 但是我們必須要有名詩 就是福利 就像那個蟲 那個飛蟲啊 它一定把光明的地方穿一樣 其實人也應該這樣子 要找名詩 能夠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名詩 才有辦法開啟我們內在的光明 能源 其實人很需要這樣子 但是我們一般人並不知道 好 再過來 衝衝鴻順 對 六四壞也是六壞壞的上下都是零 所以是聰明又聰明 美麗又美麗 然而內外皆聰明 則有聰明反背聰明不得過失 美麗又美麗 則有過於炫耀與華麗的偏差 所以中優勇鴻順 對於禮貸來說 是很重要 而需要 豫柔和美的 好 正的意思就是我們待會兒會講 就是說 自相呼吸的能量 首先就是要先把光明的能量 叫做點亮性的 也叫做正法眼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我們需要叫做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這裡 開始要修中庸柔順 因為那個鋼劍叫做前掛的那個志強不息 志強不息代表鋼劍 所以我們需要把九二變六二 九五變六 六五 這個就是把中庸柔順加進來 還記得我們剛剛那個圖像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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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中間搖 中庸柔順 這叫做陰搖 就是柔順 中庸柔順 上掛跟下掛的中間搖 都要加進柔順 中庸柔順 這就是鋼劍的修養 很重要的 也就是這個光明的能量本身的智慧 它是一種中庸而榮秀的智慧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傳統週義的這個鋼劍 它的掛詞 來 誰來幫我們讀一下 你立爭亨 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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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的能量 須有柔順的德性做依循 這個聘牛就是耳 某牛它的特徵就是柔順 它不會 你一直叫它入宅重 它也入宅 很辛苦 它也願意 這個牛它不會給你抱怨 代表它有很柔順的德性 所以敘 敘 敘 就是培養這種柔順的德性 這個是一個 樹立者應該要有的 那這個梨卦它的特徵在於說 它是既亨通又吉祥的卦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柔順之等 另外它又既有光明的能量 有利益推展金幅的正道 同時又能夠帶來亨通 所以一個人如果往光明面走 他是比較能夠橫通的 比較能夠好的一種人先發展 就是說我們做人做事 不要背離的良知良能量心 那個就是說 往光明的方向走 如果我們經常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 這個就是往陰的方向走 陰就是比較負面的不能量 就是我們做一些怕人家知道的事 這個叫做陰 如果我們做的事情光明磊落 甚至不怕人家知道 這樣子的光明磊落的精子 做一個光明磊落的精子代表說 我們是有光明磊落的 所以它是有利益推展精子的正道 這個真代表精子的正道 同時這種人 人生走光明磊落的人 是比較容易橫通的 他也比較樂觀進取 另外做事也比較容易得到好的一面 就是指向 所以這個掛呢 它是光明能量的開啟 但是呢 它必須配這個柔順德性的修養 就是這個掛 跟我們談到的一個很重要觀念 另外呢 孔子對這個掛 站在一個君子的立場 我們要等它來講 好來 讀一下 項曰明兩座禮 大人已盡照遇四方 項傳說 從卦象來看 禮卦是從禮 代表光明磊接臉不斷升起 一位金子大人 因少拔恥而持世不斷的 將光明的美德施於四方 好 光明的能量 它同時也是代表一種美德 美德的意思是說 因為一個人做事 如果光明了以後 代表這個人形用力 那孔子就這樣講 他說 祭明照於四方 這個祭呢 其實這個名就有點像 我們知道 諸佛菩薩的慧命傳承 燈燈相遜 那個光明能量 就像那個 慧燈一樣 斷傳感這樣 那我們要祭成它 讓它能夠 照一四方 曾祭慧命 就像曾祭那個道棒 也像曾祭那個火把一樣 讓它光明的傳承 然後把這個光明的能量 遍布四方 這個是孔子 他對一個君子的立場 來看這個 過來要行使的 他是告訴我們 要曾祭光明的能量 讓它實力的釋放 那什麼是光明的美德 其實它就是包括智慧跟狗信 主要是這個 那我們後頭會講 好 現在呢 我們來看看白陽的掛指 白陽的掛指 它就告訴我們人從哪邊來 人從哪邊來 這個地方是怎麼 對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們人有一個光明的來源 禮天故家鄉 就是光明的所在 那代表光明的來源 然後我們來人間要做什麼 就是要接受鍛鍊 這個讓我們能夠 像成就像佛一樣的智慧 能夠去 宇宙長空當中去度化眾生 因為宇宙合集浩岸 有多少多少無量的眾生的 自己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鍛鍊自己 有那個智慧 還有那個能量 可以去度化無盡的眾生 好 我們來讀一下 這個就是它的掛指 好 一起來讀好了 好 這裡呢 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人到底從哪邊來 以及我們來人間 我們該做神 我們把它的意思 把它更白話一點來講 來 我們一起 還是誰來幫我們讀一下 好 OK 白羊尼掛 有的君子 當之 人人都是明明上帝的靈光所造化 具有共同的光明來源與本性 當在人間患難相逢時 要有四海之內接兄弟 相逢何必成相識的胸懷 相互幫助 誰不是天涯淪落人 誰不是枝葉相連同根生 皆為一模所化 皆為一模所化 與此同為一生的原胎佛子 好 來 我們請大家把 梨掛 這是哪一頁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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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 這個梨掛 周易 周易的梨掛所講的 立真亨 續聘牛吉 後面有一段段約 我們剛剛沒有講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說 日夜立無天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要互立 互立其實是代表光明 要找到光明的來源 以及名詞 這是光明者 光明人亮的人 白骨草墨立乎土 從明以立乎正 來化成天象 白骨草墨代表我們看到的 這個大地所生生不息的這些 花草樹木 其實都需要 都需要陽光的照射 如果你沒有陽光的話 那是更不可能生在 好 那所以 要化成天下 這個道的照畫不能沒有光 但是 柔立乎中正 因為 因為 這個 這個 這個掛 中間窯是陰陽 所以叫做 中窯 中間窯就是 中正 柔立 中正 代表 中間窯就是陰陽 中間窯就是陰陽 所以是陰陽 所以是陰陽 也就是一個人心中要有那一份柔 外表可以很剛強 但是鐵漢不能沒有柔情 反正溝通學調能力 以及領導的能力 管理的能力 這兩者都要進去 柔立乎中正 故陰陽 是以細片而濟 他是在解釋這個 李掛 李掛 掛像所呈現出來的意義 好 好 那 這樣子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白陽藝 就會知道我們白陽藝有很特別 傳統益經是沒辦法告訴我們這些信息 這是我們人的來由 以及我們來到人世間 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們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最終 讓人夠了解 我們的來源 都是一模所謂 要回到人間故家鄉 這是我們來人間鍛鍊之後 不要迷失了自己 不要忘了回向之路 所以要互相幫忙 互相提心 互相幫助 一起 都是四來之那些兄弟 兄弟姐妹 大家一起能夠回去 所以這裡有講到靈性的來源 以及我們要如何能夠回去 那就要臨時的指引 好 所以 白陽的離卦跟傳統的離卦 完全談的是兩個不同的內涵 為什麼呢 因為天使還沒到 大開不露 這種信息還不能講出來 所以他只能從那個光明的意義 一個君子要寫實 祭明照以釋方 這樣來跟我們談這個卦 但是我們會覺得這個卦好像講沒有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因為這個內涵講不出來 就是說我們人 有一個光明的來源 這個講得出來 還有 我們要 物立的日地 就是要點亮星燈 找回我們的光明的能量 然後把它發揮出來 叫做祭明照以釋方 因為有時候那個道就代表真理跟大愛 慈悲的那個一個能量 那個能量其實就叫做光明的能量 把這個上過真理上過愛到世界每個角落 叫做祭明照以釋方 祭明照以釋方 就是這個離卦所要講的 最終我們要讓每個元太夫子都能夠了解 我們的來源 將來我們將往哪裡去 是我們如何能力 好 好 這個是我們這個白陽離卦 所要告訴我們的